我国哪个派出所级别最高? 所长级别为何能达到副厅级? 直级授予二级警舰警衔 大家好,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派出所 在我国,普通县公安局下属的派出所 其所长基本为政科甚至副科级 所授予的警衔最高也就两杠一化的三级警部 而比其直级更高一点的地势 公安局下属派出所所长 一般最高也就为副厨级 警衔最高能授予两杠三化的一级警督 但其依然是属于穿蓝衬衫的警察 只有直辖市或经济发达地区的一线大城市 其公安局下属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派出所 其所长在任职年间的末期 可能因为工作优秀等缘故被提升为正处级干部 并授予三级警舰的警衔穿上白衬衫警服 但一般这部分所长的职级提升 更多象征着一种荣誉和待遇 并没有相应级别的试卷 不过在全国最特殊的一个派出所 其所长居然可以达到副厅级 相应的也会被授予派出所所长当中 最高的二级警舰警线 这个派出所就是天安门派出所 同时也是打引号的派出所 因为天安门派出所 已经成为现在天安门地区分局的前身 虽然其在1999年的世纪之交 已经挂派成立了如今的天安门地区分局 但是和北京其他区行政区划上的分局不同 其又属于一个单独划定出来的特殊地区分局 其单位依然为正处级 但是会高配副厅级的分局局长 并且由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兼任 同时在行政工作上 还兼任天安门地区管委会的副主任 该分局在升级的过程中 虽然还有很多人继续称计为天安门派出所 但实际干警编制人数已经多达600余人 甚至比一般的县公安局干警都多 这也显示了其在警力配置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甚至被称为天下第一分局